Hello 我是李超叔叔 这是假装子谈的第十集 我继续延续第九集 讲到装饰音的说法 这个文字是第八集 你可以喊我 发给你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都是免费的 这里我想厘清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说某个和弦的装饰音 跟某个调的装饰音 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不是正规学的 我是自己摸索的 所以我的名字 可能不是业界老师的专有名词 这点你可能要原谅 或者是你再去找真的老师 去对照 比如说我讲和弦的装饰音 其实你看 红色的点点是根音 绿色的点点是和弦内音 而蓝色的点点是和弦外音 那也可以说就是装饰音 那比如说我弹一个C和弦 或弹一个G 弹个C和弦 这是根音 那我按好一个C和弦之后 我弹的所有的音 全都是C调的DOMISO 也就是CEG 所以所有都是和弦内音 这个就不是了 不知不觉不小心弹上装饰音 我脑子 所有的时候动得比脑子快 好那我接下来要讲装饰音 就是和弦外音 都是和弦内音 那如果我把一弦的一品按上来 好 这个音就是C和弦的四级音 所以这个和弦也被称为C卦4 但是你要不要去学这些装饰音的乐理 或者是原则 那我觉得如果你很认真可以学 那我是没有学 我就随便讲 比如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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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常常乱动你的手指 去找什么音 听起来还蛮和谐的 就是说它不会太跳动 不会太出格出息 让你觉得 这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可以 可以 不行 就是你不小心按到一个地方 是不行的 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出格了 我这个图里面就标注了一些 我认为可以的 就是绿色的 就是它还是 还是这个调内的 现在又讲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还是这个调内的音 比如说 我刚刚这个音 你觉得不行 但如果它在G调里面就可以 因为在G调里面这个音是 它是 它是 以G调的 G调的都在G G调的都 C 这个C在 声阀 所以这个音 一弦的二频 在G调里面是可以出现的 比如说 还蛮和谐的 甚至我换成C和弦之后 当然你不要一直弹 一直弹就有点太怪了 因为 这个它不是主角 不是主角 你不能老一直弹它 但是它是可以出现 但是如果这个音 在C调里面 就是一个不可以出现的 因为 C调里 没有它 严格说 你要 真的要也可以 你就变得很另类 比如说C调的 我弹一个C 再弹一个F 如果出现 这个音会很怪 目前都是和弦内音 加点和弦外音 还可以 对不对 但是如果刚刚那个 一弦二频出来 就变成 就不对了 所以你看 一个音 它在这个调里可以出现 在那个调里 却不能出现 这个视频先这样 下个视频我再继续讲 讲到降齐 这个音 这个音也蛮妙的 我再继续讲到